据央视8月31日报道 中国海警渠山舰和海门舰组成的舰船编队 原本完成2021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顺利返回上海 现场照片显示 战士们全副武装排成队列接受检阅 两艘海警船的巡航历时31天 累计航程15000余海里 约合27780公里 等于跨越了大半个地球 巡航线路途径对马 金青 大鱼等国际海峡航道 供观察记录各国渔船111艘 登临检察渔船3艘 7月30日 两艘海警船从上海启航 前往北太平洋公海 此次巡航是今年海警法出台后 海警的首次赴北太平洋公海巡航 也是中国海警2020年6月 获得北太平洋公海渔船登临检察船后的第二次巡航 作为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成员国 中国派遣海警赴北太平洋巡航执法 是在维护公海上的渔业生产秩序 保护海洋资源 今年4月份 中国海警6306舰与韩国海洋水产部 胡琼花36船组成编队 在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 开展了2021年第一次联合巡航 编队累计巡航105.25小时 航程715海里 观察记录作业渔船172艘次 汉话宣传53次 处置涉嫌违规渔船两艘 派上作业秩序总体良好